不知火 單槍踢馬是不是 是的 好 一起來看看 不知火的挑戰 YMCA 大家起來 YMCA 嗨 大家好… 太開心了… 我是不知火火姐 我先認識一下大家 第一次跳YMCA的舉個手好不好 舉手一下… 第一次好 這位帥哥 我懂… 我可以從你眼神中看出你的困惑 對 為什麼要跳YMCA 看得出來吧 而且…你看到我的長髮 可以看知道吧 我就是那個跑拖的飯局妹啊 而且我很喘有沒有 真的很喘 因為我剛剛從那個新海路二兵那邊 跑過來 好喘 我拖跑不完耶 我只有九尾飯局妹啊 太喘… 好 我承認好不好 我承認我是脫秀界裡面 年紀最大的脫秀演員 精精神 果檢…果化檢 好 但是不要再問了 我真的沒有打過假舞戰爭 假舞戰爭 好 我跟你講 大家出來那個江湖走跳有沒有 就一定要取一個別名 讓大家記得你 對吧 對 像我們這個憲哥 憲哥就是我們 綜藝界的Local King 本土給我來 OK… 隆隆 我們評審隆隆 就是我們脫口秀界的小天后 我們的…康康… 這是我們綜藝界的… 綜藝界的… 不重要 好 算了 不要… 我剛剛不是有包一個紅包給妳嗎 但是最重要的是活潔我 不知活我 我就是脫口秀界的小龍女 清新脫俗 不食人間煙火 哪一個演員敢說 他比我更接近古墓的 大家知道 我們這個脫口秀界 不要看我們這樣子 好像很散漫的樣子 其實我們很認真的耶 我們回家都常常寫段子的耶 我們脫口秀界 有一個很有名的演員叫大可愛 不認識的我介紹一下 大可愛就是這麼大可愛好不好 他據說有一千個 有關於胖子的笑話 活潔我 輸他 拜託 我也有一千個 有關於老人的笑話好不好 滿滿的好不好 滿滿的 A4兩面好不好 滿滿的 空白 這是一個關於獅子老人的笑話 天啊 不是啊… 其實這個疫情過後了嘛 實際上我就是好習慣 出門一定要戴口罩 戴帽子 我那天走在北車路上 結果有一個人在後面叫我 阿上… 幹嘛 你有看過這麼貌美的阿上嗎 他說不是啦 玉蘭花一串多少錢 我說蛤 三千 怎麼那麼貴 但是喔 拓修員其實 真的是滿窮酸的啦 其實火姐 我也不要打中臉充胖子 其實我平常也是有在兼差啦 我是做Food Panda 我賣的是我們家的祖傳苦茶啦 但是我口碑超好的 真的 客人都很喜歡 因為我親自配送啊 我送到府上的時候 客人一打開門看到我 但是喔 我告訴你講到茶 我在這裡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茶的這個歷史 大家知道台灣什麼茶最貴嗎 什麼茶 洞林烏龍茶 就是這個老杖的茶最貴 老杖 你不覺得台灣很奇妙嗎 什麼東西只要加上老杖 就貴三倍 芒果 端午節吃芒果 貴三倍 文旦 中秋節文旦 貴三倍 後來我想想 為什麼老杖就特別貴呢 對 因為他在世界上生活的 扎根最久 吸收日月精華 當然最貴啊 對不對 憲哥想認識一個老杖的人嗎 很貴嗎 這小鮮肉想認識一個老杖的人 想是不是 讓我們到小房間 先讓他看一下我的年輪好不好 很多人都說 火姐 火姐你活到這把年紀 你還有夢想嗎 沒禮貌 我當然還有夢想 而且我比你們大家都認真 我還參加那種三天兩夜的 那種夢想體驗營 然後我們老師就告訴我們 真正一個有夢想的人 每天不是被鬧鐘叫醒 是被夢想叫醒 我聽完之後我真的好激勵 我真的好激動 我隔天早上 五點就到教室了 老師已經在裡面了耶 老師看到我就 火姐好棒棒 你是被夢想叫醒的吧 我說謝謝老師知道 但是很多人 這個後輩小朋友都問我說 火姐… 那你…這年紀 你還想結婚嗎 我說當然啊 你還沒結婚啊 結果他們就問我說 那火姐 你摺偶條件也是高富帥嗎 我說 我… 你… 摺偶條件 嚇死了 彼得有同病 我說我哪那麼膚淺啊 什麼高富帥 我這個人對不對 我也是有粉紅泡泡的 我跟珊如一樣 看起來也是像一個小女生對吧 是吧 是吧 對 我的摺偶條件 是非常簡單的 在此這個電視上 大家呢 我現在就是真有了好不好 我摺偶條件呢 第一 跟我年紀差不多的 我希望她還有頭髮 第二 只要她還有牙齒 第三 我希望她不用葉克膜 也可以自主呼吸的 都可以 謝謝大家 我是火姐 謝謝 掌聲鼓勵 好可愛 好可愛 她很高級喔 至少大家都會覺得 看你笑她這樣 我們在舞台上就是要被笑嘛 有時候你端子寫得再好笑 但觀眾不喜歡你啊 對 我就不想笑咩 沒錯 可是當我喜歡你這個人的時候 你就算講得好像還好 但我都會覺得好可愛 笑得不尷尬 對 連連失誤都好可愛 好高富一這樣 3 2 1 請舉牌 挑戰成功 成功 好可愛 好可愛 請坐… 沒有 請坐… 那個算是國愛座啦 真的 來 接下來誰要來挑戰 我們的護之火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榮丹麗 榮丹麗 歡迎他們兩位精采的挑戰 來 大家好 我是丹麗 歡迎小榮丹麗 我們是榮丹麗 榮丹麗 大家好 第一次來到這個小明星大跟班 表演慢才 你會不會緊張啊 憲哥 喂 我們在表演 這種事情等表演完再做吧 不要 其實我這輩子 可以來上幾次憲哥的節目 的確是不知道 不過如果你再繼續這樣 就絕對只會有這一次了吧 好啦…你剛剛說什麼啦 已經沒事了 所以沒事了 對 憲哥 回來啊 就算沒事 我們還是要把段子表演完吧 好啦…趕快表一表 趕快演一演 才不會有人這樣講 我們難得上電視嘛 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跟大家講 首先我想要先感謝我的媽媽 得獎敢言 雖然上電視也很開心沒錯 但這通常都是得獎才會說的吧 你懂不懂得飲水思緣啊 如果你媽沒有生出你的話 你有機會來上節目嗎 的確是這樣沒錯 那你還不感謝你媽媽媽媽 多一個媽吧 不是 我也不是不感謝我媽 我只是說在這邊講不適合 而且其實我也很想我媽 我常常在想 我要不要乾脆放棄夢想 搬回老家陪我家人算了 可是我又覺得 我都上來打拚那麼久了 如果沒有一點成績 我又有什麼臉回去呢 我們在表演耶 我知道 都妳愛的 好啦… 所以你很想你媽 廢話 那不然這樣子好了 你跟我說 你以前最常跟你媽做什麼 我來幫你重溫一下 我知道 小時候我最喜歡陪我媽去逛菜市場 菜市場就簡單了 真的嗎 我們丹丹好乖喔 還會陪媽媽來菜市場 我最喜歡陪媽媽買菜了 好 那我們今天來買 憲哥 等一下 回來 我媽才沒有那麼喜歡憲哥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我媽不像妳一樣那麼喜歡憲哥 一樣…對不起 對不起… 不是… 隨便 反正大家知道我不是那個意思就好了 趕快幫我重溫 好啦… 丹丹好乖喔 還會來陪媽媽買菜 不會 丹丹 你想要吃什麼 我今天想要吃空心菜 那我們去買三色豆吧 為什麼 哪裡問好玩的是嗎 我不要吃三色豆了 小孩子愛跳屎耶 受不了你啦 謝謝媽媽 媽對我最好了 老闆啊 不好意思 我要一包三色豆 媽媽 妳剛剛不是已經答應我了嗎 我沒有答應妳啊 我只是說我受不了妳 太過分了吧 這什麼啊 老闆不好意思 可以試吃嗎 可以 今天要吃… 那我也要吃 不可以吃 我吃了 好好吃喔 老闆不好意思 這三色豆怎麼賣啊 這麼好喔 為什麼又是三色豆啊 你剛不是已經買過了嗎 你不懂啦 我們逛菜市場 就是要先買過一輪 看哪一個最好 其他再通通拿去退掉啊 煩了吧 通常應該是先逛過一輪 再買一家最好的吧 為什麼要脫褲子放屁啊你 不然要怎麼放屁啊 還真的是這樣放啊 不是 不是 通常應該就正常 直接放出來就好了吧 正常放 對啊 我試試看 不要現在 趕快陪我買菜 老闆啊 不好意思 這空心菜要怎麼算啊 終於要買空心菜了嗎 旁邊這你女兒嗎 很可愛耶 幾歲啊 大一喔 要不要跟我們家丹丹認識一下 怎麼樣妹妹 考慮一下 不要逼她 我這年紀快搭她一輪了吧 你不要小看我們家丹丹喔 我們家丹丹力氣很大的喔 講這要幹嘛啦 我跟你說 她上次只揮了一拳 我打妳了嗎 我不會打妳媽媽 而且妳講這個 她絕對不會比較喜歡我吧 怎麼樣 想嫁給她喔 最好是啦 不要鬧了啦 趕快買菜啦 好啦… 老闆啊 不好意思 我要三根玉米啦 空心菜咧 一根紅蘿蔔 空心菜啊 再一包豆子啦 空 又是三色豆啊 好啦 來 丹丹 這兩包三色豆 幫我拿去退掉 我才不要啊 謝謝大家 掌聲給你 兩位的表現相當不錯 但是就是說他們預知死亡際事 兩個人這個對得太多次了 對到最後對不對 懂我的意思 就是說因為妳已經知道 她下面要講的事情 妳的反應 沒有等她演完 以前我跟那個飛哥有主持 那個綜藝大哥大 飛哥好慢啊 對… 你也太慢了 對… 我都長大了 但是我還沒講完 不是 因為我有一個地方就是說 有一個地方就是飛哥說 他不主持了 他要走出攝影棚 他說他是會真的走 所以演就是剛剛憲哥講的 就是這個意思 是… 就是要演真的一點 交給我們的觀眾吧好不好 能不能挑戰成功 如果覺得難舉圈不行舉叉 3 2 1 舉牌 挑戰成功 就這樣會… 就這樣會成功 打扮佛姐了 佛姐了 佛姐 兩位請坐 等一下吧 我不懂敬老尊賢 我是有退休金 而且我沒有小孩 你們這笨笨的 佛姐好久我抱妳回去了 好… 太大了… 阿 阿